诗篇第四十九篇 万民啊!你们要听这话!世上的居民啊!你们要留心听! 不论地位高低或贫或富都要一同留心听 我的口要说出智慧的话,我的心要默想明智的事 我要留心聆听真言,我要弹琴解开谜语 在患难的日子,暗中迫害我的恶人,围绕我的时候,我何须惧怕呢? 他们依靠财富,自夸多财 但他们没有一个能把他的兄弟赎回,或把他的暑假交给神 因为他生命的暑假非常昂贵,只好永远放弃 使他永远活着,不见朽坏 他看见智慧人死去,愚昧人和愚丸人一同灭亡 把他们的财产留给别人 他们心里想,他们的家必永存 他们的住处必留到万代 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方 但是,人不能常想富贵 他们就像要灭亡的牲畜一样 这就是愚昧人的道路 但在他们以后的人,还欣赏他们的话 他们好像羊群被派定下阴间 死亡必做他们的牧人 到了早晨,正职人要管辖他们 他们的形体必被阴间消灭 他们再没有住处 但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全世 因为他必把我接去 别人发财,家世增容的时候 你不要惧怕 因为他死的时候 什么也不能带走 他的荣华也不能随他下去 他在世的时候 虽然自称是有福的 并且说 只要你风足,人就称赞你 他还要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去 永不再见光明 人想富贵而不聪明 就像要灭亡的牲畜一样